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赵亚明,继续给大家播讲黄埔军校历史文内传,我们接着来讲孙元梁将军 那么上一集呢,我们了解了八二八师在南京宝卫战中英勇的表现 那么这一集呢,我们来讲一讲孙元梁到底如何从南京脱身的 关于这个事情到现在都没有一个非常确定而准确的官方说法 也许呢,是因为孙元梁将军对于南京的往事实在是不堪回首 那么网上流传最广的说法,是说孙元梁躲到了寄院里 伪装成难民,这才混出了南京城 那么这个说法来自于哪呢?来自于宋希莲的回录 在宋希莲回录鹰犬将军第134页,他写道 孙元梁于12日下午5时到掌管部开会出来之后 就没有回部队,脱去军服,换上便服 跑到一家妓院,拜保姆做干娘 先到难民区躲藏了一个多月 后以日军疏散难民才混了出来 这种说法流传最广,很多文人经常提到 甚至连远东军事法庭诸国法官梅鲁二的回忆录上也曾经引用 但是仔细想想,这种说法并不可靠 首先在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回忆中 难民区并非是安全之地 南京难民区主任杭立武曾经回忆说 在难民区内,日本人不管是不是士兵 50人一队,100人一队 绑着手串在一起拉着走 说是他们缺乏劳工 实际上这些人去了就是被枪毙 连引用宋西连说法的梅鲁奥也非常惊叹 他说,孙元良躲进难民区不能不算是一个奇迹 因为照负责安全区工作的人员在远东法庭作证时的说法 日寇对安全区所收容的难民曾一再进行过甄别和鉴定 但凡稍有丈夫气概或者适合兵役年龄的男子 都被认为有抗认嫌疑而遭了逮捕,送去集体屠杀 孙元良如果能在这样恶劣的情况下 仍然能逃出生天 必定是由于他善于化妆 装得像一个垂死的病人 老者或者是残废人 否则他根本没有可能逃脱日寇的魔掌 我们都知道孙元良将军他的体格、相貌和长期从军 形成的军人特征都是非常明显的 他既不是艺容大师 又不是演技出身入化的表演艺术家 他能逃脱日寇追捕的可能性 维护其微 那前面我们也说过 孙元良跟宋夕连两个人的个人关系极差 南京保卫战的时候 宋夕连曾经阻拦过从中华门 想要撤退的八二八十官兵 并且在回忆录中称孙元良卑鄙 说孙元良为人虚伪狡诈 个人厉害看得超乎一切 我是深深知道他 而孙元良在他的回忆文章中 也回击了宋夕连 他说宋夕连的部队 在南京保卫战中 是清闲的没有放过一枪的部队 但我在上集里已经讲过了 孙元良说宋夕连的三十六师 并没有和日军激烈的交战 这在三十六师官兵的回忆文章中 已经得到了证实 这并不是说三十六师的国军官兵 消极避战 而是因为日军在制定作战计划的时候 并没有把三十六师的防区 作为主攻方向 而且孙元良也说宋夕连 进水楼台先得月 往早就完整的从下关上船 渡江北去了 孙元良说宋夕连这件事情 也不是捏造 在宋夕连三十六师官兵的回忆文章中 同样得到了证实 可是宋夕连说孙元良躲在妓院里 才逃出南京 这段描述 没有办法从任何其他人的回忆文章里 得到印证 那么另外一种 关于孙元良将军如何逃出南京的说法 是来自于葛天的回忆文章 在他的回忆中 孙元良能够躲避日军的屠杀 靠了一个叫做卢泽文的人 他说卢泽文和孙元良 是苏州东吴大学的同学 卢泽文在抗战初期 曾经在一个外国公使馆工作 有了这个关系 孙元良就事先同他接头 一到南京紧急的时候 就偷偷摸摸地支身 逃到卢泽文 事先为他接好头的某国驻华公使馆 说孙元良去的时候 连他的卫士也不知道 后来呢 他住在公使馆 知道了守南京的将领 从唐生志起到各市长 没有一个人受到惩办 所以他就离开了公使馆 躲到了云南路336号 准备离开南京 他化妆成了一个马车夫 通过下关 离开南京到了苏北的韩德琴部 然后转到了汉口 但是葛天的这种说法 可信度仍然很低 首先呢 他和宋先生的说法 有同样的疑问 就是南京大屠杀日军对国军的残留官兵进行了严格的排查 孙元良怎么可能简简单单的化妆成一个马车夫 就可以从容的离开南京 如果这种可能性存在的话 那么就不会有南京大屠杀 成百上千的中国男性被日寇以国军士兵的嫌疑 残忍的集体屠杀了 那么关于孙元良从南京脱身的第三种说法 就是孙元良他自己的说法 孙元良在回忆文章中是这么写的 他说 我既然在江边找不着船 只好钻戏向东面的山地撤退 我们从七峡山龙潭两车站间 跨过了铁路 南向进入山区 当地的同胞殷勤的供给食物 热心的带路 并带我们找船 给了我们不少方便 也添了我们无限的伤心 这样我便带着我的司令部 六百多官长弟兄 和一辈子的疮痛与耻辱 从龙潭附近渡江 经泰兴 淮音 徐州 郑州 于1938年3月下旬到了武汉 那么根据国军的档案史料 孙元良在脱险之后 立即进行汇报的材料中 他这么写的 前月 也就是1937年12月13日晨 直率本师七百人 友军数百人 由小庄冲出 你往茅山 但沿路被敌齐 截击轰炸 止于三百人 到夏毛 因挤养困难 但要缺乏 遂分五人为一组 令副市长彭拱英指挥 潜伏待机 直觉自往杭州 行之奔牛 左身麻木 一病即死 助于一张姓家 养二十余日 我们要知道 孙元良写的这份自述材料 并不是他自己交给当时的国民政府 这是1938年1月29日 由在江苏北部防守的韩德勤转发的 也就是孙元良在写这份材料的时候 他人已经在韩德勤那里 那么上一集讲过 巴尔巴斯最大的一股渔布 是由廖令奇所率领的近千人 他们登上了巴尔巴斯之前控制的三百艘帆船 过江离开了南京 那么有人就提出疑问 孙元良作为巴尔巴斯最高的军事指挥官 他为什么不坐船和廖令奇他们一起过江 反而要突不突围呢 那这里呢 在历史档案中 有两句话 就给出了正确的答案 一个呢 是根据南京警察厅保安总队长赵士端报告中 他写道 827 828 36等师重要的资重 于十日晚 已由巴尔巴斯之军需处装运汉口 也就是说 廖令奇他们是在12月10日就已经起航了 而同样 在赵士端的报告中又提到 孙元良自12日晨与华台尸首 致掌皇宫处请缘 即刻再返中华门独战 而陆军第78军第36师 惊户抗日战斗想报中 也提到了 孙元良到易江门 解决了巴尔巴斯后退部队 与36师之间的纠纷之后 再次率领巴尔巴斯 返回了中华门附近 从这些简短的记录 我们就可以看到当时的史实 廖令奇他所率领的是巴尔巴斯的轻重商员 所以他们先行上船离开了南京 可是孙元良率领剩下的巴尔巴斯的英勇官兵 再次冲向了日军 那么他再想坐船 船已经没有了 他只能和他的袍子们一起 奋勇杀出日军的宠围 现在网上呢 还有另外一种说法 是说当时孙元良 在南京安全局主席拉贝的帮助下 藏身于那民营中 后来拉贝亲自将他送到了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顶层的密室里居住 这个说法的来源 是来自于2005年发表的一篇网文 叫做老而不死是为贼 非将军孙元良 在这篇文章中 他引述了一篇人民日报 关于拉贝故居的新闻报道 在这篇新闻报道中宣称 在拉贝日记中 找到了非将军在南京躲藏的佐证 学者金胜宏宣称 根据拉贝日记 拉贝帮助了孙元良 将他藏身于那民营中 金正宏在2005年所出版的 《南京沦陷八年史》第十一章 叙述了西方人士救助国军 再次提到了孙元良 被魏特林 隐藏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 女难民中 该段落的结尾注释 资料出处是来自于拉贝日记 那么中一本于1997年8月 出版的拉贝日记 是重要的史料 它是关于南京大屠杀的铁证 如果在这个日记里 记载了拉贝和魏特林 两位西方人士 他们的确藏密了孙元良 那么自然是非常有力的证据 那么诸多的转载 在没有经过查证的基础上 就转引了金正宏的说法 但是真实的情况是 在拉贝日记中 根本找不到相关的记录 翻遍拉贝日记 或者是魏特林日记 都找不到任何有关孙元良的记载 那么金正宏 到底是从哪里看到了 关于孙元良躲藏在南京 难民营的这种描述呢 比较大的可能 是黄慧英在2002年 所出版的传记故事 南京大屠杀的见证人 拉贝传 而黄慧英又应该是 改写字引吉军 在1997年12月出版的传记故事 1937年南京大救援 西方人士和国际安全区这本书 拉贝日记中 拉贝的确提到了 他所藏密的国军飞行员 那么这个飞行员的名字 叫做范汉万 但是引吉军 却把飞行员的名字 称为王光汉 而黄慧英 金正宏 也都称之为王光汉 这就说明 黄慧英和金正宏 都是引用的 引吉军的著作 而不是直接引用 拉贝日记 而在引吉军 黄慧英和金正宏 三个人的著作和文章中 关于西方人士 拉贝和魏特林 帮助国军将领的时候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提到了三个人 金颂盘 孙元良 和邱庆全 关于藏密的地点 也是一模一样 不过呢 黄慧英在书中 多处引用了 拉贝日记 但是关于 藏密国军将领这一段 黄慧英并没有指出 资料的出处 引吉军 他也没有著名资料的出处 只有金正宏 宣称这段史料 是出自于拉贝日记 可是拉贝日记 并没有相对应的记载 在引吉军 黄慧英和金正宏 这三位作者里 引吉军 是最早发表 关于西方人士 救助国军将领的 这种说法的 但是在他的作品 1937 南京大救援 西方人士和国际安全区 这本书中 我们可以看到 他更多的 像是一种文学创作 而不是历史的真实记录 比如说 他描写在1938年2月上旬 这些西方人士 秘密筹谋着 将孙元良等国军将领 护送出城 搭船往西前往安徽 第一天上船出走的 有邱清泉 廖湘 次日又有孙元良 廖新鹏 刘启雄等将领 但是这段描述 有着很大的问题 首先邱清泉和廖湘 并不是同时离开南京的 第二 他所说的和孙元良 一起乘船离开的 刘启雄 直接在1937年12月的时候 就已经被日军搜索俘虏 照片刊登在 1938年1月1日发行的 芝娜事变画报 第14集 二十三页上 刘启雄后来 加入了汪宁卫政权 所以他怎么可能 在1938年2月 出现在离开南京的船上 另外呢 在国史档案中 韩自秦是在1938年1月29日 就已经发出了通报 说孙元良已经抵达了泰县 也就是今天的泰州市 这可不是什么文学创作 这是实打实的历史资料 那么既然孙元良在1月底 就已经到达了泰州 他怎么可能在1938年2月 才乘船离开了南京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 影集军的作品 更多的是经过了艺术加工的传记故事 而不能当作是真实发生的历史史料 所以说拉贝日记 佐证孙元良躲藏在南京 这种说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那孙元良经历了千辛万苦 终于回到了武汉 可是等待他的 却是一场牢狱之灾 他很快就被逮捕 送军法处 在葛天的回忆文章中 他把孙元良被抓 写得极为的不堪 他说 首先有上海南京一带 逃难到武汉的人民 控诉孙元良在上海 抢劫棉纱书籍 在苏州无锡等地 抢劫商店的物资 以及强奸上海学生 为劳代表等等 第二 八二八师二楼四旅旅长 廖定奇为首的 以全体官兵名义 奠请蒋介石 要枪毙孙元良 指出他在平时 克口军饷 思客印章 假造报销 一贯过享乐腐化的生活 在战时贪生怕死 在南京抗战中 没有接到撤退命令 就擅自离开师部 逃到公使馆 祈求帝国主义的保护 不顾全师官兵 生命危险等等 第三 有宋子文 陈成等 他们过去 同孙元良有矛盾 一利用这个机会 控告孙元良 在京护一带 抢劫棉纱 汽油 机器等等罪行 但是根据现有的 原始档案查阅 孙元良备受军法处 是因为孙元良 在第八二八师市长任内 声名狼藉 在户作战期中 且有贪污案情 现虽无实据 但既有所报 不得不彻底查明 而且在师长任内 有苛后军饷情势 该师军纪至今 仍甚恶劣 着际将孙元良 交军法执行总监部看管 如不查明实情 不得恢复自由 这是蒋雷石亲自下的命令 但是从这段话中 我们可以看到 首先并不存在八二八师 廖令奇和全体官兵 惦请蒋雷石 要枪毙孙元良这件事情 但是呢 在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 说八二八师军纪至今仍甚恶劣 到底谁在说八二八师的坏话 而八二八师我们之前讲到了 他们中的大部分官兵 在南京已经为国捐躯 但是那些友军们 为了推卸 丢掉南京的责任 纷纷纷把脏水泼向了 已经没有办法为自己辩解的八二八师 可是正在这个时候 孙元良居然生还回了武汉 那么一定要把孙元良搞臭 否则一旦孙元良成为了悲壮的抗上英雄 为八二八师证明 那么那些在报告里 已经在抹黑八二八师的这些人 他们一定会自施恶果 因此这些人一定会联手起来 对孙元良进行无耻的攻击 这也是孙元良被送到军法处的一个重要原因 孙元良的案子交给当时任军法处处长的陆中林接手 孙元良在牢狱之中 为自己专门写了辩白书 对针对自己的指控进行了一一的反驳 陆中林经过一番调查 在1938年5月20日向上报告 最终的调查结果是 苏护市民对八二八师至今称道不衰 对孙氏个人尤为称赞 故贪污情形辩查无据 孙元良无罪释放 但是这一次牢狱之灾 也让孙元良看透了军政界的黑暗 而且呢 他仍然没有走出对南京城下 那些壮烈殉国的袍则的深深悲痛中 因此呢 他有意退出军界 出狱之后 孙元良先是被委任为 洛家山军事委员会军官训练团教育委员 之后呢 二十军团的军团长汤伯 因为非常欣赏孙元良 所以邀请孙元良出任副军团长 不过正在这个时候 他的原配妻子吴一辉 8月18日在成都的家中病逝 孙元良伤心之余 就谢绝了汤伯的邀请 值得一提的是 在葛天的回忆文章中 他居然说 孙元良的妻子 是因为打了两天的麻将 以致吐血而死 不管葛天 他所说的是不是事实 但是将如此具体的 负面的事情 来说一位 已经魂归天国的女士 葛天的人品低下 可见一斑 而他写的文章的可信度 更加要画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1938年9月 孙元良使用孙远略这个名字 以民生行业公司志愿的身份 出国考察 这次出国考察 孙元良他游历了英 法 德 义等欧洲诸国 在英国结识了 中国驻英五官的女儿 罗花嫂 两个人情投意合 几节粮员 那么孙元良出国考察的主要费用 是由他家族中的长辈 也是川军的著名将领 孙震将军所提供的 1939年冬 孙元良结束了欧洲之旅回国 担任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 第七期主任 1943年2月 孙元良升任为 第28集团军副总司令 1944年5月 又调任到第31集团军副总司令 兼29军军长 之所以让孙元良出任29军军长 这是因为29军刚刚在狱中会战中伤亡惨重 兵员和武器损失了大半 原来的军长马力武因此被撤职 不过29军的副军长吴求健和参谋长张伯廷 这都是孙元良当年828师的老部下 因此让孙元良接任军长 他指挥起来 会得心应声 孙元良接过29军军长之后 1944年9月 29军奉命开赴四川河川 全军徒步走了整整一个月零九天 直到10月底才抵达河川 这个时候日军正向广西的桂林柳州发起进攻 军委会任命汤安伯为乾桂乡边区总司令 孙元良任副司令 10月10日桂林柳州失守 29军立即奉令赶赴贵阳池原 10月15日日军占领了夷山 一路就向前南杀来 汤安伯把孙元良留在南丹 指挥第97军 因为当时29军还在路上 那么刚刚赶到南丹的孙元良 身边不但没有一名卫兵 就连换起的衣服也没有一件 21日97军在大山堂南丹黎明关一线开始布防 11月26日97军依托河池北侧 至大山堂的狭窄山谷地带 将日军击退 27日日军采取正面阳攻和侧翼迂回的战术 突破了97军两翼的阵地 孙元良投入预备队反击仍然不能奏效 只能勉强的在原地维持的对峙状态 28日日军继续增加迂回的兵力 97军渐行不支 孙元良只好收容残部撤向独山 正好在这个时候 29军的先头部队91师赶到了独山 孙元良立即指挥91师 在黑石关组织防御 并在30日击退了日军进攻 12月1日日军增加兵力继续强攻 91师因为是匆匆赶到 根本来不及整补就投入了战场 所以在兵力上与日军相比 存在着严重的不足 但尽管如此 91师的国军官兵仍然是誓死抵抗 有的阵地上最后仅剩不到十人 不过最终因为兵力上过于悬殊 日军突破了黑石关 12月3日日军占领了独山 但是日军的进攻已经达到了他补给的极限 所以只好在破坏了独山的工厂设施之后撤退 孙元良随即就指挥97师的残部 和陆续赶来的29军展开了追击 先后收复了独山和黑石关 因为在前南作战有功 29军得到了军委会的通领嘉奖 而孙元良也因此获得了青天白日勋章 1945年8月15日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10月孙元良奉京户卫戍总司令 涛安博的命令 负责无锡苏州江阴长鼠 宜兴丽阳丹阳金潭地区的受降 那么抗战胜利之后 孙元良的人生历程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我们下一集再继续给大家讲